以撒二雅第四章 哪一日七个女人要找住一个男人说 我们吃自己的食粮穿自己的衣服 只要你容许我们归你名下 除去我们的耻辱 哪一日由上主所发出的苗牙 必成为以色列为民的光辉与荣耀 地上的果实必成为他们的夸耀与光彩 凡流在希雍的 违在耶路撒冷的 即凡六在耶路撒冷的 生命拆上的都必将称为圣者 当吾主以情治的神和毁灭的神 洗淨希雍女子的污蔚 敌除耶路撒冷中间的血迹时 上主将显然在希雍山整个地盘与其集会之上 白日即着云烟 黑夜即光亮的火焰 因为在一切之上 有上主的荣耀 有如天盖和张鹏 白日作任影以免严暑 又可作庇护以被狂风暴雨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